好 英国的选举正式的落幕了 现在结果出来了 苏纳克拜拜了 他真的就是已经 这个输到要脱裤子了吗 那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标题 都是这样子在讲苏纳克 他说工党已经拿下了过半的席位 苏纳克承认败选 然后致电这个 就是跟这个施凯尔 祝贺啊 目前为止工党已经拿下了410席 就是施凯尔所在的工党 410席 保守党是116席 真的非常悬殊的差距 这个自由民主党则是拿下了70席 预计在这个英国时间7月5号 白金汉工会正式任命施凯尔为新任的首相 换句话说 这个苏纳克 这个党魁职务他也要辞去 然后这个首相职务他也要离开 看起来真的是舒惨了 所以真的变天了 英国变天了 那法国同样这个在7号 就是本周日的时候也要进行票选 第二轮的国会大选 那有超过 现在目前有210位中间 或是左派的候选人退出 希望能够团结力量集中选票 来阻止极右派 就是勒庞他们的这个国民联盟 来取得绝对的多数组建政府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马克宏跟左派的合作 那也被这个国民联盟骂说 你们这个叫做无耻联盟 来对抗我们国民联盟 那看起来这个马克宏也是即将要跛脚了吧 那再来看看这个 同样要有这个跛脚危机 或者是要被换掉 换灯危机的拜登啊 因为现在这个民主党的金主们 纷纷跳出来 而且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人 跳出来在喊 比方说Netflix的这个创办人哈斯丁 他就要求这个拜登退选 他是直接这样子跳出来 身为一个大金主的身份 Netflix全球性的一个企业 大家都有在订阅吧 所以他就讲说 为了要确保说美国的安全繁荣 希望有更具活力的民主党领袖出马 来击败川普 所以他们看起来已经迎面很低了 再来梦工厂的创办人 同样也是跳出来 他也是拜登竞选团队的主席之一 他也是这个金主之一 他今年初曾跟拜登一起跑活动 至今没有对于这个辩论之后发言 但是他在2023年的时候 有曾经呼吁过拜登要拥抱自己的年龄 不要像滚池主唱啊 到了80多岁都还在巡演 所以他其实对于拜登的年龄是有意见的 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金主都在讲话 那连这个迪士尼的继承人都有出来说 他说他现在要暂停向这个民主党捐款 直到拜登退选 这几个非常知名的好莱坞籍的大金主 通通都不投拜登了 就是要拜登换掉之后 我们再继续支持你民主党 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啊 难道拜登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吗 有这样标题在下 甚至连很多的民主党议员都开始在劝退拜登 这民主党的内部高层说 拜登正在失去党内议员的资源 甚至有数十名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 正在考虑联名要拜登退选 那拜登则是表明 他就是有多家媒体讲说 他在三号的时候 吴玉锦加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竞选团队的视讯会议当中 他就乱入了 他就进去 就讲说 我不会退选 我会扭转舆论 我会选到底 看起来好像也是像外界讲的 集而希望这个拜登继续选下去 那这样的一个舆论一面倒 但是有一个人坚定的支持他是谁呢 竟然是最近才刚看完 这个美国总统辩论的普丁 普丁形容说 拜登比川普更好 更好什么 更好预测 所以他认为 他支持拜登多一点 这个最后得到了一个普丁的支持 唯一支持拜登 不知道拜登频道是要哭还是要笑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很多的纽石专家 我们知道纽石也是比较亲民主党 现在纽石的专栏作家 通通这样群起出来 点名 就是说 这个对于拜登是不是应该要退选 大家都开始在发表 有没有发表意见 然后在纷纷已经在讨论说 那不然谁来揭选好了 真的是让拜登情何以堪 那甚至有一个风向是说 那不然贺锦丽出来 虽然我们都觉得 蛮不靠谱的这一个提议 但是贺锦丽 虽然表面上面是跟拜登 一起出席庭 但是被人家爆料出来 他已经 就是他的盟友们已经在讨论了 那接下来这个竞选活动 要怎么样进行 要怎么样助他造势 人前手牵手 人后下毒手 这就是贺锦丽 那如果是对上拜登 对上贺锦丽 川普又怎么看呢 既然被拍到这个影片 川普是笑了他们两个 我们来听听 好一个是破烂的垃圾 一个是殉道爆 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在怕这两个对手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这个英国 英国是保守党输成这样 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个跟那个贺锦丽 1979年狂胜工党一样 那边输到 裤子都找不到 那我们蔡英文赌的两个人都落败 那个赌了美国的议长麦卡锡 突然之间不选了 对不对 那赌了英国的特拉斯这次落选 他当初也是赌川普 结果拜登上了 所以民进党的预设 从民进党的预设来看最准 是 这个拜登到底会不会真的被逼退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贺锦丽实在是也不是什么好咖 贺锦丽当然她没有心智能力的问题 可是她的程度真的是相当可怕 贺锦丽她曾经访问过中美洲 还有越南 大家可以去找她当年访问的资料 都是灾难 那她事实上对美国的内政 因为她是检察官出身的 所以她大概是对少数族裔的问题 比较熟 可是对经济问题像这种 大家比较关心的重大的问题 像通膨 经济问题 她也不熟 那中美洲就是要处理移民 那移民她也处理的乱七八糟 那到了越南 讲到亚洲问题 大家都吓呆了 所以川普才会讲那个话 说她的有能力跟中国跟俄罗斯谈判 所以我坦白说这个 我觉得换跟不换 民主党书面都蛮大的 因为她如果换贺锦丽 我认为贺锦丽在一个月内 就会立刻见真章 她的问题反而是不容易补救的 对 她的问题叫做程度太差 拜登这个叫心智能力 只要每天早上努力吃药 可能还有一点救 贺锦丽这个没有办法补 你程度不好怎么补呢 没有聪明掉 而且才剩下几个月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有另外做一个民调 发现Michelle Obama 是唯一有胜算机会的 可是我认为这个民调很虚 因为Michelle Obama 现在都在做社会公益 民调当然很高 等你进厨房 在民主党各种派系请押之下 你还能维持这样的民调吗 我也是相当怀疑 好 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在这段日子以来 追随美国的国家 好像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 有好下场的 你看在亚洲的 韩国的以席月 这个民调支持度这么低 现在还要面临被弹劾 然后他的政党输得那么的惨 然后安庭文雄看起来 九月位置就不保了 目前他的民调支持度敬陪莫座 石破茂看起来 有可能要击败安庭文雄 所以你看在亚洲 在欧洲里面 各位看一下像德国的情况 然后看一下英国 英国这次实在是败的 时代太惨了 这个就是追随美国 这段日子以来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 有好下场 可是问题就在 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组织政党 参与政党的活动 从事政党的工作 其实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要掌握政权 要赢得选举 夺取政权 很少有一个国家说 或是有一个国家的政党 就是说很少有一个政党说 我参与政党 从事政党的活动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胜利 我是为了要失败 我想应该很少这样的国家 会这样做 所以对民主党来讲 他们当然很焦虑 因为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继续掌握政权 除非他们是变成台湾的 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因为本来 你看在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 一直跟赖清德 也是追随美国 追随到你看民进党在台湾 的县市首长选举 败得一塌糊涂 然后他的 在立法院的代表的选举 输得一塌糊涂 其实本来赖清德 也应该是落选的 而且是输得很惨的落选 四成选票的落选 可是由于台湾是奇葩 台湾的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奇葩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党明明可以赢的 只要团结起来就赢的 然后他们会选择说 我愿意输 我主党的目的是为了输 我就是不让民众党赢 我也不让你国民党赢 我也不 我们两个联合起来一起赢 我们就是要宁可输 也就是要让赖清德上 这个党是很特别 可是美国的民主党 他们不会这样想 他们一直在想 看起来拜登是赢不了了 那我从事政党的活动 我给钱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输 那该怎么办 换掉 所以现在这么多的声音 就是要把拜登换掉 就是因为他们只想赢 其实你看法国也是 法国的马克龙 他也是只想赢 他现在为什么让国民 阵线紧张了 因为他的策略成功了 他现在让右派跟左派 团结在一起了 150多位的地方 这个国会议员说我不选了 我让给有可能赢的人 那国民阵线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7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 很有可能国民阵线就没办法过半了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其实现在欧洲美国 现在命运蛮相同的 状况挑战蛮相同的 第一个都是仇外 对外面都有很多的仇恨 对 然后你像刚刚在讨论会里面吵起来的 对不对 人家也没惹他就说人家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 就是仇外 那可是呢 这欧洲美国不但仇外 他还有仇内 仇内的话 像欧洲基本上是他们仇内部的异族 也就是宗教的少数跟民族的少数 欧洲现在为什么这个内部 右派兴起呢 他就是太多这些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主要大部分都是这些 从北非然后非洲来的这些 穆斯林为主的 这些非法移民 这些所谓难民 那他们现在的政治主流是排他们 所以就是说外部也有矛盾 内部也有矛盾 那美国也是一样 可是美国是仇外是其来有志 二次大战以后 他在全世界就在打 看不顺眼就打 对不对 现在是也是看不顺眼就打 可是美国过去国内是不太仇 不太没有互相的仇恨 可是现在美国这个内部的仇恨 很恐怖 他不但是什么 仇视那个少数的移民 这个像拜登就说都是那些移民搞的 这些移民 这些里面一大堆什么 各种的罪犯 甚至还有恐怖分子都在里面 可是这个还不打紧 真正严重的是美国 本来的美国人之间分成两派互相的仇恨 那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仇恨 超过你想象 你看今天拜登讲话 刚刚他在那边讲话 那种口吻 就是讲他这是他的仇人 这不是他的竞争对手 那充满个人的憎恨 跟这种什么 厌恶在里面 那就因为这样 因为为什么有这样 美国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 因为有这样的社会 他们社会彼此之间也怎么样 也很对立 所以美国这些问题 跟欧洲问题 虽然大致相同 不过更严重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美国 这一次拜登没选上还小事 如果川普